你好,我是冯sir 今天想试试说一下 如果一个新语的学生来到 你和他说小提琴的东西 他未学过小提琴 或者是知不知道的 或者他学过一些 很多时候都会说 我小时候学过 你会重新说一次给他听 究竟小提琴是什么一回事 我试试看要用多少时间 说完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可以说整个钟 或者说整个日子 看看我的经验和记忆 可以说到多少关于小提琴的东西 给一个新的学生 最初你就可以介绍小提琴 很多学生我会叫他不要买琴 因为未必买得对 就会拉坏手 或者买得太便宜 和看他的经济能力 他未必懂得选 你可以帮他选 有时候买了回来 原来不是值那个价钱 当然他有自己的选择 或者很多时候都是他问朋友借的 或者是有人留下给他的送给他的 如果认真学 其实可以买个漂亮的小提琴 OK 这个是后话 我通常叫学生 未买的就不用买字 用我的琴来感受一下 他决定学才去买一个好一点 或者看看他的意愿是怎么样 第一样就说小提琴 小提琴有不同的尺寸 最小是十六分一 接着就是十分一 接着就是十分一 接着就是四分一 四分三 二分一 四分三 和四分四 OK 看里面有个类 这个围字 看上去有个类 通常都写着尺寸 OK 开始讲了 解释了 不同尺寸 有些是计算的尺寸 是计算到这里 去到这里 去到这里 OK 就是认识它是什么尺寸的小提琴 以前有个表 就是不同年岁 或者不同高度的人的手长 不同的小朋友 就是用不同尺寸 for reference 小提琴可能大得很快 以前我老师教我 就是计算手 就是叫小提琴夹着 或者大人也是 或者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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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有很多位置 你可以换大一点 给它 如果它差一点 包不完的话 你可能换个小一点 给它来量度位 as long as 你要手够长 你就可以拉到 这样的地方 成人一定是四分四 OK 当然 不是的 有些女孩子 用手指短一点 有个size是7% 女孩子 小一点 有些人坚持 我还是喜欢四分四 因为 琴越大 size projection 就越好 OK 那就量度位 另外 我会感受一下 按下去 手指的长度 通常是为了量度手指尾 手指尾 要够长 但有些人很短 就不可以了 你可以换个小一点 通常在坊间的琴室 是有得trade in 你跟它买了之后 如果你想换个size 你买个琴室 就可以了 可以环保一点 和可以放弹 质量会更好 说到size 之后 就介绍一下琴 有四条线 这条一定最优秀的第一线 一二三四 有时这些谱子会用 罗马数目字来代表 因为全世界都会称这条是第一线 不会称粗那条是第一线 所以是一二三四 那时就叫拉A线的E 大家知道哪条线 就是A线 英文字母就是EADG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反过来读 GDAE 因为由低音开始读 GDAE 四条线 OK A线的A 是叫做4A 有时问为什么是4A 因为呢 4字是由钢琴的最左边开始 第四个A 叫做4A OK 那MIDL C就是4 OK 那四字是这样解释的 接着就是四条线 这个叫做PATNAP PE 这里是在这里拧 这样一定叫学生不要打理拧 因为呢 这里是靠木石石去的 你教音的时候 要押它 慢慢拧 很多时候都会拧断E线 OK 还有呢 如果差的质量才是琴 你很难拧 我试过在太子以前有很出名的琴室 我试过在太子以前有很出名的琴室 我试过拧断了 他都没拧到 绝实了 因为有时潮湿下天 因为木杖了 你怎么拧都拧不到 要找师傅搞的 而且一边拧一边拧进去 所以你看到这些老的小提琴 就是很多年的小提琴 他这边会过来这边很粗的 因为越拧越入 那你就要重新再弄 就要找师傅填回洞 重新再弄个PATNAP PE 是每一个 不可以调乱的 这些PATNAP是一定是 TELAMATE FOR LONG TELAMATE FOR LONG 你调转了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是慢慢磨出来的 OK GDAE 你可以再说 我试过这条线 其实是PERFECT 5 完全五度 因为G去D 是G ABC D五个音 D去A A去E 是很和的 所以我们有时教音 就会用双音来教音 两条线 拉出来听一下 OK 好 这个叫做琴橋 Bridge 这里应该是垂直的 另外呢 试过有人调转来摆 怎么看呢 G线是高一点的 G线是高一点的 它的Logo应该是向这边的 如果Bridge有一个牌子的话 就向自己的 这边是低一点的 这边低一点薄一点 而且我们经常拿上手 就是看下 这边是否是直的 有时你教音 向前推 斜了要拉直 而且这个Bridge 的位置是有规定的 大约在F hole 这个F hole 有一点的 那个位置对着中间 OK 另外 里面有一粒棍 在这边放下去 有一条木 叫做音柱 这个Bridge 是整块 如果你拆完线 整块会跌低 或者你随时拔得出来 不要黏住 有家长就不知道 就将它黏住 想着稳定 因为是moveable 而且里面的音柱 是用来传声的 你拉琴的时候 线震动 经过音柱就传到底板 根据音柱 这个放大的共鸣箱 就将音笔插出来 音柱又是靠两块板 压实的 如果你拆完线 把音柱掉下来 这块板 会弹开的时候 音柱掉下来 就很麻烦 就要用一个工具 把音柱 把音柱拌出来 然后用一支棍子 把音柱拌下来 然后用一支棍子 把音柱拌下来 然后用一支棍子 把音柱拌下来 然后用一支棍子 很麻烦 所以尽量不要 我们换线 通常是逐条换的 换完这条 让音柱不要跌低 换完这条 换完这条 这个叫做微调 通常初课 我会用四颗微调 有些微调 就是标进了 这个尾板 微调 有些是要自己弄 我当时漂亮的琴 就是要一个微调 或者要两个微调 这两个就不要 知道些 为何要微调 因为小力琴 音柱很准确的要求 那你就要调音 如果是走音得很厉害 的话 我们用这边大范围的调音 调到很小微的时候 就靠微调去调音 很小微调到去 正常 初课就用这个Tuner Tuner 我会介绍用这支Tuner 这支Tuner 这支是三百多元 这支Tu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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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一下 就是Tuner Tuner 我们通常调到440 两种Tun法 就是你拉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中间线 到中间就对 那支Tuner 通常我都会和同学生玩 绿色 那支Tu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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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uner 那另外一支 就是在TO 你看到 4A 就是他发出来的声音 那你就 a1 就跟着这个音箱 其他线就要自己吞 440是现代钢琴用的频率 我们跟440 古代可能是442 444 有低舞高的 442,441 古代的琴 以前的琴是用刺线的 以前是没有筷托,没有肩托的 刺线很容易断 多年前我试过用刺线 拉两个就断,但真的很好 你怎么拉都不错 但很贵和很容易断 香港是不适合用的 当作玩玩玩而已 这边就是微调 帮你调整音去到中间 为什么有些琴 更漂亮的琴需要呢? 因为这个位置叫做有效延长 这条线要长到,尾在这边 要去到这么长的位置 才能发挥到这条线最高的效果 如果你用了微调的话 这条线就缩短了 缩短了,发挥就不太好 所以这个解释是这样的 所以比较漂亮的琴 因为这边的琴可以调得很细 所以不需要那些微调 但是AE线通常要的 因为方便 E线一定要 因为E线如果不然 那边很容易断 很容易断 OK 通常换线就换完四条 可能有人问多久换一次 可能半年 要拉得多 有些烂的 好像我一年换一次 或者断才换 另外每次换线 逐条换之外 我们换完 拿掉一条线之后 会找一支圆笔 找一支圆笔 画一画的坑纹 这里的坑纹 因为圆笔里面 有一种叫石墨的东西 可以润滑 这样就不会刮烂 一条线 还有E线 很多时候E线 会有一个被子 连着 让你扣起 让你不要戒烂 有些琴码 本身建了一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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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线 就不需要那一块 那条线 就不需要那一块 直接弄上去 不要割断 那条线 割了进去 音乐不漂亮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 弱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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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弱音的 就是钢琴的Soft Pedal 有些人 为了不要影响音色 就用它 用的时候 才拿出来 就把它放进去 像一塞海菱 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 就冷的话 你可以这样放在这里 随时用 就夹下去 声音就小了 直接拿走 就拉 OK 那这种就是演奏用的 弱音器 有种是这样的 漂亮一点 OK 另外有些人说 我不想吵着别人 就买些金属的 夹下去 或者是 有些人用 我以前老师教我 用一些木衣夹夹着它 其实原理是等于 你捏着鼻子 让你没那么大声 用一些东西按住它 它就没有震得那么厉害 就会声音弱缩少少 有些更厉害的 铁那些 我们其实不推荐用 可以听坏耳 和弄坏琴 那些是给你夜冷人症的时候 如果想练一下琴 那你就找东西扎着它 正式演奏 就用这种小的尾条 好了 接着讲坚托 有些老师 就不用坚托 因为他觉得身体接触得到 越绝得多的琴的时候 发挥就更加好 但现代你发现很多演奏家 都会用坚托 因为不用坚托 就是对某些很辛苦的 有些颈长的人 还有用坚托 坚托就是这边高一点 坚托又有很多种不同的形状 通常有些学生 原本他学开不用坚托 那有他不用坚托 那可能用快布箭住 所谓托也是 所谓托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是现代加上去的 那坚托呢 就是 先看看 坚托 看到很多演奏家 可以用 还有 坚托的原理就是 因为你捕捉这个颈的夹位 那你就可以3D 手这样动来动去 如果你不用坚托 有些教授说 其实就好像指牌 互相顶住 好像啤牌 这样顶住 就是你的颈 和这个支点 这样夹着手去 但是正常人 会缩住肩膀 很辛苦 所以用坚托的好处就是 你的手很freely 走来走去 走把位 换手指 做很多高把位动作 还有 如果你不用坚托 尤其是小朋友 他累了 就会这样托住 他的脚 姿势就不适合 所以一定要坚托 让他扶住 OK 有些工具可以训练 小朋友 或者大人也好 我们通常会用 BAMBALL 放在这里 让他不要跌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 其实跟他玩游戏 让他不要跌 那你就 告诉他 这个就是我们夹朋友的高度 你也可以 如果太小 小弟兄可以用小一点的蛋蛋波 放在GD线那里 跟他玩游戏 玩游戏 都玩不敢动 OK 跟着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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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说 银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以前是没有塞托 没有坚托 以前是用吉线 以前有些银的 这个叫做指板 指板是一种很硬的木 以前按下去 试过有些会脱掉的指板 刺得不好的膠水 OK 你买新银也可以 古银也可以 如果是过十万元的银 其实小银的价值可以很贵 有些人不需要买 我经常跟他说 你买的银银 大概四万五万元 过晚 其实小银过晚 是很普通的 一件事 而且小银的声音 是越拉越漂亮的 银银可能会会 扁值 小银如果是漂亮的银 会越拉越好声 越升值 OK 定期要维修 OK 嗯 看看做什么 先说 好 银银 有时拿一些漂亮的银 会包括银银 可能你买一万多元的银 或者是几万元的银 银银 可能是几千元 有些几百元的银 银银 尽量不要碰到银毛 因为手行会消耗银毛的功能 在弓箱里面有一个GAP OK 你可以拆开 拆开 拆开 你不用的时候 就拆开 让它休息 这些银是正常的 但是 那些银毛 不要散开 有它在这里 你会这样查到 这不是拉的状态 而是休息的状态 当你用的时候 才在银盒里拿出来 而且不要那么散 因为散开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锻到银盒里面的银 那你就会弄断银毛 银毛大约有三百多条 少一条就没有一条 定期就会重新去 再上那些银毛 扭紧它 这个box 会向后退 就会紧 紧到多少呢 紧到刚刚呢 你用手碰下去 是没有那么容易碰到一块木 那就OK了 脂弓仍然是弯弯的 OK 那就不要扭到它直完 整完整坏 以后想扭松扭紧都扭不了 但是以前我教小学 那些小朋友或是烂 或者他们不知道 就扭到很紧 因为扭到很紧 你会做很容易拉到很大声 那些小孩子就会觉得很聪明 那其实不用的 扭到紧了 你会弄坏之工 但是又反过来 如果那些太小的小朋友 他没有空拧松拧紧 你帮他拧松 你帮他拧松 你叫他放到银盒就可以了 就不会叫他拧松 我试过以前教琴行 我教过学生 领松一些工目 然后第二次他回来投诉 我说他的工目断了 因为他不小心拆了出来 弄断了工目 所以就投诉我 那时候我跟他说 我赔一支工给你 但实际真的要扭松他的 你以后不要扭松他了 平息了这件事 教琴行其实会有很多经验 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投诉 或者是赞也好 谈也好 有时看下怎么拆 有时你也要负责任 好了 有些学生来说 为什么他自己买了一个琴 他自己买了一个琴 拉不響 因为呢 就是欠了一样东西 叫做重香 重香 重香 就是这样的东西 清晰不要跌了 跌下去会散 跌下去好像玻璃那样 碎了 通常都很消耗性 不 customer 这个 franchise也是这样的 你要把这个打进去 小提验岗 疯是来拉住 弓箱尖和弓根 亦改变更多 有些重香 如果是新口�없이光刻 令面 以前方便用un third bead 砍 刮多花点 支援 revisit 现代看的就是脍 Mexico 安全点 就可以塗了 弓筋和弓尖塗多一點 不用塗到滿了 因為塗得太多,重香飛出來 吸到就不好 重香跌到琴裏就要抹 塗重香 不用每次塗,當你拉到沒有聲音才塗 新的弓就要塗多一點 塗下去就會有聲音 但重香就會跌到琴裏 然後把琴裏掉到白色 那你就要用一塊布來抹 蒸得太多就不好,會影響 而且會附塗在琴裏面上 那你就要用一些Liquid 噴下去 這些是用來抹琴的Liquid 噴下去,抹乾淨就可以了 很有趣 你看那些紙巾,拉那些 牛仔那些 就是很多重香黏著琴裏 他們不管 那就是 要買堅托 要買Tuner 重香是通常送的 重香可以再買點漂亮一點 這個也挺足夠的 那琴裏呢,其實更貴 可以貴過至少都是琴裏的 如果是你拉得厲害的話 那些琴裏會幫到你怎麼拉的 因為有些技術 例如跳弓啊,盾弓啊 5x 特加圖那些 那就會 簡直漂亮的琴裏會好一點 那就 那就 開始教他拉小力 通常教A線 拉空弦 那就教他A大調 拉小聲聲 很快就一堂了 好,今天想到就是這麼多點 啊,還有 好,拿弓了 拿弓很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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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這裡包住木 包住這個點 手指尾上面 好,手指尾上去 手指尾上去 好,手指尾上去 好,隱形了之弓 是這樣的形狀 OK,放在這裡 OK 手指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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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境界就是 手指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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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是這樣 保住之弓 OK 手指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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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手指尾上去 �用手指尾上去 手指尾上去 手指尾上去 手指尾按住 這邊是橙子 背包住 橙子 用圈子 partition 眼後 修行 ここ就是 可以这样移动手指的关节 因为去到最高的时候 我们会用哲宫的所有东西 所有的功务 你手会推上去,然后拉回来 做这个姿势 都很难的 要慢慢练,通常握歪了 我怎么办呢? 譬如昨天有个新学生,我教他怎么握呢? 我会弄个洞给他 在这里 放在手指背上去 固定在这个位置 通常人们知道如何拉拉下 就会放在上面 最难在这里 最难在这里放下去 有时候我会叫学生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你就维持住姿势 确定你这里是这样的 习惯了才放下去 也有不同形状的孔 你自己可以买个鸡眼贴 做个孔在这里 或者有些窩猴的设计 这个就是这样的 这里有个孔 放在外面,把工毛插进去 把工毛插进去 我再说一下 如何练习手指 今天想到就这么多 下次再说 拜拜